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喜欢看鸡汤 现在这个微信有很多这样的这种励志的文章 我们就把它叫做鸡汤文字 那实际上我觉得鸡汤文字没有什么不好 对吧 它至少是鼓励我们去理解人生的一些奥秘 然后鼓励我们正面的去面对人生的挑战 当然我们都知道鸡汤文很多时候是没有用的 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这种鼓励我们纵然明白了人生的道理也活不出我们得胜的生活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说说而已 理论而已 因为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是不够的 那更重要更重要的 对于基督徒来讲 那这样的这种文章里面最缺乏的是那个圣灵的动力 圣灵背后的那个力量 是帮助我们可以去胜过我们自己的人生的很多的限制 所以做不到 但是做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对 或者说它不好 那我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的教会 在教导弟兄姊妹的时候 我们只是说 灵修祷告读经 灵修祷告读经 我们只是这样来告诉弟兄姊妹 但是应该我们 是不是可以多走一步 我们可以供应更好的鸡汤吗 我想我们可以 因为圣经是关乎人的最贴切的 最 有人说它就是一个人生的manual book 就是人生的手册 因为上帝造人 对吧 他当然明白人是怎么回事 所以人的堕落 或者说人的问题 他也明白 那当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 他希望我们成为像耶稣一样 像基督一样 他让我们不断地在改变 那这个比所有的鸡汤其实是更厉害 更励志的 只是我们需要去把里面的这些信息给它挖掘出来 很适切地传递给弟兄姊妹 让他们可以去面对每天人生的不同的挑战 我们不能够只是用三板虎 就是灵修祷经祷告 灵修祷经祷告 其实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去告诉弟兄姊妹 应该怎么样做 所以我自己的理念就是 我认为 圣经对每一个人生的处境都有一个答案 我再说一次 圣经对人生的每一个挑战 每一个处境都有答案 是在乎你又没有读出来 这个是我所相信的 这也是我过去这几十年生活 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的生活里面 我最看重的 就是我遇到什么问题 或者我遇到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我都是到圣经里面去寻求答案 所以当我谈到所谓赢家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在强调 好像我们都要 好像是一种 空中楼阁的鸡汤 不是 实际上上帝要我们做winner 上帝要我们做得胜者 得胜者 但是这个得胜不是一个空话 也不是一个将来 只是在将来的事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做得胜者 所以上次我讲的抓住实际 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切入 来看一下怎么样做得胜者 那么我的题目就是超越环境的赢家 因为人是什么 环境所塑造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得胜 是因为环境束缚了我们 环境限制了我们 环境定义了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圣经来看 怎么样超越环境 成为一个上帝的winner 上帝的赢家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环境决定论越来越热门 就是说一个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你包括地理的环境 你如果是生活在寒冷的 这种潮湿的 这种气候里面的人 是更容易得忧郁症的 所以在北欧 甚至是在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寒冷潮湿的地方 得忧郁症的人是蛮多的 这个从统计学上已经能够证实了 所以这个气候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相反呢 如果你是生活在热带的这些民众 这些国家 他就很快乐的多 一方面当然他的物产很丰富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有可能就是说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这个我们不用讲啊 我们周围很多的这个墨西哥的朋友 所以有人认为呢 我们应该向这个墨西哥的朋友学习一下 就是我们可能彼此靠近一下 我们呢 太忧虑明天 所以我们常常是为明天存钱 明天我们努力的工作 但是好像他们呢 每天都在开party 就是很快乐 他们不愁 对明天没有那么多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跟他们的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 他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的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要学习 向他们学习 那么什么东西决定了我们的人生的这个 对人的影响有哪些呢 环境 当然社会的影响 对吧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 那个社会的风气和社会的趋势是不一样的 在美国就有baby borner 就是从1946年到1964年之间出生的人 我们都把它称为婴儿潮的一代 那么他们所生长的环境 就是在美国最辉煌的年代 就是战后美国高速发展的一个年代 他们都比较乐观 然后他们也经济环境也比较好 那当然他们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年纪蛮大了 那么到后来就有不同的世代了 比如说有X世代 就是生活在internet 已经开始的这个世代 所以每一个世代 他们的社会的趋势和社会的发展是不一样的 所以对我们的人的塑造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这些新移民 我们这些移民 从我们自己原来的国家移民过来 那么我们可能 我们跟在这里成长的人 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子就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社会对我们的塑造 我们整个思维的方式 我们对问题的反应 我们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 这是社会对人的影响 那么教育当然也很重要 教育的理念 比如说中美的教育的理念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做对比 那很多人说美国好 有很多人说中国好 其实我觉得都有道理 都有道理 可能是强调了不同的方面 中国人是强调练习 对不对 大量的练习 背 记 然后我们就有 这个也有道理 你有基本的这个skill 你有基本的技能以后 你可以做更好的 这种 更高级的这种研究 或者说思考 都是有可能的 中国人传统上就是这样 所以中国人背东西是很厉害的 对吧 学文科的就是背 学理科的就是运算 对我们的数学都很好 对吧 那你到了美国呢就就不行 他们的理念是说 你要独立的思考 解决问题 你你能够表达 所以在美国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小孩子都能够侃侃而谈 这不同的理念 但是他们的运算很差的 你到超市去 那个那个你有时候你会很着急 那个那个收获员 那个收银员拿个计算器在那按半天 你其实你你心算早都算了 算出了几十遍了 他还在那二 但是他没有这种基本的这种 技巧 所以他们不被这个惩罚表决的 像我的小孩从来没有背过 惩罚口截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理念 我觉得不必去称谁好谁坏 这个就是理念的问题 这个其实我觉得厉害的人 哪里都厉害 我我我观察的 就是说在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 是学霸的人 他们到了美国的教育制度 也一样是学霸 所以这个你不要怪 不要说 因为我们的教育理念不同 所以我我不行 这个没有道理的 那么家庭家庭当然影响也很大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中国的父母就希望孩子 塑造孩子成为他理想的状态 其实有时候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是怎么说呢 有时候是会事与愿违 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的这种理想 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 强加在孩子的身上 这对孩子是不公平的 其实你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首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因为家庭对人的影响塑造是最大的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纽带 比我们想象的要强的多的多 对吧 这个不用讲 我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都是环境对人的影响 那么就像目前我们在 中国这个在位掌权的这一代 我们称为文革的一代 他们大部分是出生于50年代 经过60年的大饥荒 当过红卫兵 下过乡 那么他们都有很 没有完整的求学经验 因为在他们要读书的时候 都被剥夺了这个念书的机会 但是他们有丰富的人生的经历 这个非常厉害 就是他们对人生的苦难 早早就已经尝到了 所以他们都很顽强 然后也很 也很能够适应环境 但是特点就是说 缺乏人文关怀 比较狼性 就是所谓的狼性 就是说 比较强调适者生存 就是我厉害的人 我就能够生存下来 所以他们都蛮强悍的 文化素质普遍就很低 就是读的书比较少 所以这个 但是很有意思的 他们都喜欢吊书带 就是你越觉得他文化素质低 他越喜欢说 我读了很多的书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么现在教育的问题 中国的教育的问题 就是在于说 在教育产业化以后 变成一切以赚钱为目标 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所以家长在报考专业的时候 他考虑的就是说 这个职业通常出来 能不能赚钱 所以学校在迎合 这些家长的时候 他在设置所有的这些专业 还有他在教导这些课程的时候 他也是这么想的 不再以培养完整人格为目标 换句话讲 他对塑造人 对强调人的素质 或者说人的基本的这种技能 他再学习的技能 他不再作为一个目标 跟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的理念 是不完全一样的 就是什么快 什么能够 马上让你能够用 马上让你找到工作 那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 是教育的缺乏 所以造成了很多时候 没有是非的标准 你看到这些受过教育的人 没有是非的标准 当然这个大学的扩招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实际上是贬值了 实际上大学的文凭是贬值了 所以每个人都要去 念一个研究生 那是不是研究生也要贬值了呢 看起来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这个教育 对我们的塑造 对年轻一代的塑造 是蛮大的 所以变成家庭 要面对很大的挑战 变成家庭 你要来负责任 培养你的孩子 在很多的事上面 在学校不做的上面 那变成就是说 有资源的家庭 就变得比较厉害 比如说他在经济上面 比较宽裕的 那么在文化素养上面 比较有这个装备的 那这样的家庭 他培养出的孩子 更容易成功 所以现在变成有一种 又开始有一种 唯一成分论了 就是说 就是比较这个 所以有一个高考的状言 别人在采访他的时候 他就说 现在已经进入这个社会 就像我这样的人 他认为他是一个精英了 像我这样的人 在一般的家庭 他说是培养不出来的 培养不出来的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体悟 另外就是 原生家庭 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现在 大家都知道 原生家庭了 原来是一个很新鲜的概念 但是现在 在中国的 这个一般的民众里面 这个 你看到这个新闻报道里面 也会常常提到 原生家庭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把原生家庭 当做一个借口 所以如果我们认为 这个人都有问题的话 就是原生家庭造成的 原生家庭的这个坏处 造成了我们的 培养的小孩子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家庭的挑战 就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么而且阶层固化 这个情况越来越厉害 就是说阶层的流动 变得越来越艰难 你从底层要往上层 就是越来越难 原来是透过教育 透过上学 对吧 我考上一个大学 我就有个铁饭碗 那么我可以进入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阶层 但是现在 连你进入这个 学校的这个资源 都已经被分配了 很简单 你没有钱 你就不能够进好的学校 不能进好的学校 你就考不上好的大学 就变成这样的一个 阶层固化 是越来越厉害 这个是中国 也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那么就很多时候 就有一种叫做 拼爹文化 拼爹文化 以前是 以前是我们的望子成农 对吧 如果我们培养的孩子 他能够容光中耀祖 那我们很开心 那现在是拼爹文化 就现在很普遍的就是说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像别的孩子的父母 你们的 我们的家庭 我的家庭 为什么不像别人孩子的家庭 对吧 他们是富有的 他们是有文化修养的 他们是有各种人脉关系的 为什么我的不是 所以他们有进入到一种拼爹的文化 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 像我们这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是最倒霉的 我们成长的时候 是讲到光中耀祖 所以我们的压力很大 我们要光中耀祖 但等我们成长了 等我们长大了 我们的孩子就要拼爹文化 所以我们是在家缝中间生成的 我们成长的背景里面 我们是要孝顺父母的 所以我们要奉养父母 孝顺父母 但是等到我们的孩子成长了以后呢 我们是要进行养老院的 没有人管我们 有人这么说 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但是的确 这个时代的变迁 造成的这种文化 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么对个人而言 我们就要被迫融入 我们就要去 就是说这种环境 让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必须要被迫融入 那么我们哪怕你试图反抗 也是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慢慢呢 我们就会接受这个塑造 我们接受这个环境的塑造 所以有人说 今天的这个年轻人 其实是蛮可怜的 蛮可怜的 他们大学毕业 到一个大城市里面 因为大城市才有很多的机会 那么在大城市里面要生存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买一个房子 所以为了他要买一个房子呢 这个父母就要把自己的积蓄 甚至养老的积蓄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 他们当一个首富 给他们买一个房子 在北上广深买一个房子 那非常非常贵的 那个房子贵到 没有道理的贵 那他们就为了这个房子呢 拼命地打拼 所以人生早早的就 就过上了这个打拼的生活 实际上是没有自己的生活的 所以他们是完全是被这个环境来塑造的 很多时候是很悲哀的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 那么在北京要去挤地铁 或者是打公车 公交车 很挤很挤 他们住在天通宴的那些人 据说天通宴当时是亚洲最大的一个楼盘 住了三十万还是四十万人 在那个一个小区里面 那么他们很多人都要在外面上班的 那早上很早 大概六点钟发的这个早班车 你三点钟就得去排队 那么我看到这个纪录片 就是说那个父母从乡下来 或者是从小县城来照顾他自己的孩子 帮他带带孙子 那么早上这个父母就三点钟 就跑去帮儿子或者是女儿 排一个这个公交车的这个位置 那么他们可以睡到六点 睡到六点的时候他才下楼 然后把父母换回来 那是很辛苦很辛苦 我觉得这个是 所以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样的人 叫做蚂蚁 叫蚁竹 这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个词 就是说这些人像蚂蚁一样 就是像公蚁一样 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劳作辛苦 但是没有自己的人生 那么慢慢的这种固执僵化 就很显明出来了 这样的社会就慢慢变成一种固执僵化的社会 每个人就不用说谈梦想了 连生存都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很大的挑战 所以面对环境 我们究竟要怎么样的态度 那很多人就是觉得无赖 我就是这样的嘛 我就是环境的产物 所以当然我就随波驻流嘛 环境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社会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那当然也有些人后悔 对不对 为什么当初我要是努力一点 多好呢 我就能够多一点选择 能够胜过这个环境 所以其实受好的教育 或者是什么 并不是要一个光中药主 而是说当你有多一点的机会 或者你站的位置不一样的时候 你有更多的选择 更多的选择 那么很多时候是抱怨 我就是环境造成的 环境变成这样 这个社会变成这样 我就是这样 那我有什么办法 对不对 那我如果是一个 七八年后九年后 我要在这个 这个北上广生生活 对不对 那我就要变成 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了 这个环境 我只能 只能是这样啊 对不对 所以妥协为了生存 只能是这样 只能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 可能我们小时候有梦想 我们很有雄心大志 但是等到我们慢慢长大 我们就知道 生活是很无赖的 环境是很无赖的 它不会来成就我们的梦想 相反它要消灭我们 它要消磨我们的意志 它要使我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被迫融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为了生存 只能是这样 只能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现状 所以是环境塑造了我们 所以很大的时候 我们都在 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常常会问自己 我是否可以突破 自我的射线 经历成长 成为更好的自己 是我承认环境影响了我们 塑造了我们 但是我可能可以有一个机会 可以突破 超越这个环境的影响 塑造 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更好的突破 或者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机遇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人生 这个是我们常常要思考的 我们来看一看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生的赢家 就是保罗 保罗的经历可以说是开挂的人生 我们都知道他战尽先机 他的父母 他的妈妈是犹太人 但是爸爸是罗马的公民 所以他生下来就是犹太人 但是他又有罗马的公民身份 他六岁就被送到迦玛列的门下 迦玛列是当时法利塞人中间的 最大的大祭司 他是一个 所以他就在他的门下来学习圣经 学习犹太教的律法 同时他也是罗马公民 他出生在大树这种文化城 所以他有很好的 这种希腊文化的修养 他的人生是开挂的 他有优良的教育 身在大树 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 所以他有两种文化的这种 这种熏陶 所以有时候我在观察 也是一样 像我们这种第一代移民 或者是1.5代 很多时候我喜欢观察1.5代 什么叫做1.5代呢 就是他们不是在美国出生 不像我的孩子 他们都在美国出生 但是他们很小就来到美国 通常是在小学到大学之前的这段时间 我们通常把这一些人称为1.5代 就是说他们不是在这里出生 所以他们的文化呢 多多少少他们的环境 他们的人生的这个观念的形成 多少受原地的影响 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为他已经开始实质了 到6岁 开始实质了 那么他的英文呢 多多少少带一些口音 我们听不出来 但是这个在这里出生的人 听得出来 所以呢 他们变成1.5代 我们给了他一个名词 那么他们有时候变成 就是说 在第二代的人呢 不完全能够接纳他们 那他们也不能够完全融入 像我们这种第一代的 这种群体 有时候蛮尴尬的 好的 如果一个好的方面来看呢 他们其实是cross 就是他两个方面他都有 他能够在这边受大学的教育 因为他在上大学之前 就来到美国了嘛 所以他在这里受大学的教育 所以他有好的装备 而且呢 他是有中国文化的底蕴 就是他的思考 他能够跨越这个文化 其实是好的 但是不好的呢 就是两方面 有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融入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看 你要怎么样去看 那保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他有希腊文化的底蕴 但是他也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所以他都画了两种文化 就是希伯来文化跟希腊文化 两系文化 他都很厉害 所以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赢家 那么他人生高光的时候 他就是维护犹太人的传统 因为他是加玛列门下的法利塞人嘛 他就到处拿了这个 这个就是法庭的文件 就是逮捕逮捕令啦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法庭的这个逮捕令 到处去抓人 迫害基督徒 他是这样的 直到他遇见耶稣 在大马社的外面 郊外遇见耶稣 就是他人生蜕变的开始 耶稣光照他 然后让他震撼 让他有一个震撼的改变 然后他开始生命翻转 他为主而活 所以他在以福所书第四章 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在那里说 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的 有真理的人意和圣洁 所以他对这个翻转刻骨铭心 他对生命的翻转刻骨铭心 他是被环境塑造的 对吧 他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 但是当上帝的光临到他 他人生有一个大的翻转 他开始为主而活 他开始成为一个开拓性的人物 成为一个基督的信仰 向外邦人开拓的一个外邦人的使徒 这是人生的一个大翻转 他对此刻骨铭心 所以他说你要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我们过去被过去的环境所塑造 但是有可能我可以突破这个环境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这也是他鼓励我们的 所以他在怎么样超越环境 所以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 他就说我们可能无法完全摆脱环境 因为我们就是环境塑造的 但是不要让环境来决定你的人生 不要让环境来决定你的人生 你可以超越那个环境 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十节到二十节 保罗这样说 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因为你们失恋我的心 如今又发生 你们向来就失恋我 只是没得机会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 原是美德 腓立比人呢 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 离了马其顿的时候 论到寿寿的事 除了你们以外 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 就是我在贴山罗里加 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 供给我的虚用 我并不求什么贵送 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 渐渐增多 归在你们的帐上 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我已经充足 因为我从以巴佛提 受了你们的贵送 当作极美的香气 为神所收纳 所以喜悦的祭物 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 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所以这段经文的背景 就是说 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 在那里坐牢 那么这个时候 以巴佛提呢 就带着腓立比教会的 一个奉献 来到这个罗马 来帮助 来支助保罗 而且这个不是第一次 你看见保罗说当他在 帖撒罗里加教会的时候 其实腓立比人 已经做过一次了 那说明腓立比这个教会 是一个很慷慨的 也愿意帮助人的教会 所以他们记得保罗 也借着这个奉献 来帮助保罗 所以保罗收到了 腓立比的奉献 他很高兴 他要表达一个感激的心情 就是一封感谢的信 所以他写了腓立比书 那么也更要表明自己 为主而活的心智 为主而活的心智 而且这个通篇来讲 腓立比书通篇来讲 就讲了一个字 就是喜乐 喜乐 保罗讲了喜乐之道 但是他不是说 哎呀我收到你的奉献 我很喜乐 我没有奉献的时候 我就不喜乐 不是这样 他乃是透过这个事情呢 来告诉腓立比人 喜乐之道 当然他有17次的提到喜乐 在这个腓立比书里面 那么今天最后进入这个主题 就是说 他要表示对腓立比人的感谢 但是在同时 他又要告诉腓立比人说 我并不是因为你们亏送 我有钱了 我才开心 而是说 我看见你们这样做 我为你们感到高兴 但是无论你送还是不送 我都不会因为这个而影响 因为我已经能够超越这个环境了 那么超越环境的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为主而活 因为保罗说 我靠主大大喜乐 我靠主大大喜乐 所以我的喜乐 不是因为你们送了钱给我 也不是我的不喜乐 也不是因为我缺乏 我因为为什么 我是靠主大大喜乐 在这个长老会的小药理问答 第一问里面 他就有一个 他说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答案就是说 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个我们都懂 这个我们常常都在讲 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 但是他其实有第二个方面 他说并以他为乐 并以他为乐 这个我们很少讲 以神为乐 就是说我们要享受 他丰富的供应 享受他吃给我们一切的美好 享受他给我们的帮助 享受他的恩典 这个是以神为乐 所以保罗懂得说 以神为乐 就是诗篇讲的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超越环境 对我们的限制 就是我们首先 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 和人生的满足是什么 我觉得人是有不同的层次的 有的人活在什么 活在本能和欲望当中 好像以少 对吧 他那个时候去打猎 回来 累了 渴了 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 一碗汤 就是说为了这碗汤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这就是活在他的本能里面 所以 所以这个 他的兄弟雅各就很聪明 他知道他这个软弱 所以那好吧 那你把你的那个 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我给你一碗红豆汤 所以对这样的一种人生的这种人来讲 他就觉得说 哎呀 那个最重要 人生的满足 人生吃得好 睡得好 最重要 所以有些人 有些时候就是说 要减肥 像我这样的人 也需要减肥 那很多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人生不就是吃喝吗 对不对 吃得好 喝得好 现在还要限制自己 那多痛苦啊 我不干这样的事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你应该要超越这个 就是说 人生的满足 不只是吃喝而已 它有更多的 更多的 更高的 这个满足 所以你要找到那个满足 你就会轻看 吃喝在你人生的这个位置了 就是你不再活在 本能和欲望当中了 当然我们有本能和欲望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你不是用那个来决定你的人生 来定义你的人生 对吧 那有的人呢 是活在智慧里面 他受了教育 他有很多的idea 他有很多的创意 那他可以在某种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做一个聪明的选择 他为了长远的利益 他可以忍受目前的利益 所以这样的人呢 也是蛮了不起的 也不错 但是真正的 真正真正能够使我们超越环境的 就是什么呀 就是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标 就是信仰在我们人生里面的这个位置 就是有信仰的人 他更能够超越这些 更低的档次的这样的一些满足 他因为在信仰里面找到了满足 当然前提是 你在信仰里面找到满足 那很多时候 我们为什么没有在信仰里面找到满足 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的第一位 我们没有把他放在我们人生价值的第一位 没有放在我们人生目标的第一位 没有放在我们人生资源的第一位 这就是问题 上帝好像是一个道德的借口 哎呀我是基督徒啊 对不对 上帝好像是一个拐杖 哎呀我现在需要上帝来帮我 上帝好像圣诞老人 我需要什么礼物 我就来求他 上帝好像送子观音 我很多时候 哎呀我需要 我需要小孩我来求他 对不对 我需要工作我来求他 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 没有放在我们人生的第一位 就是说我们人生的 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你又没有做到这样 你做不到这样的话 你很难很难有一个超越环境的动机 哎就这样啊 反正就是这样吧 我就是这样的呀 我是环境造成的呀 是我的父母造成的呀 是我的老师造成的呀 是这个社会造成的呀 所以我也不会去改变啊 但是 所以自存高远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 在《岳阳楼记》那边 那个里面 范中月说 不以物喜 不以己 就是说 当我有人生更高的要求的时候 我不会因为自己的遭遇 而开心 就像保罗一样 我不会因为你受到你们的愧症而高 我靠主喜乐 也不以己悲 你看他人生的经历 保罗的经历 我们说他是人生赢家 但是你看他在 哥林多后书里面写到他的经历 他被无数次的鞭打 无数次的流放 无数次的这种 被人唾弃 被石头打 被流放 等等 被抓到监狱里面 对不对 那他应该为自己觉得自己的命运很可悲 对不对 换了我 我今天为主传道 我坐牢 哎呀 多可 好可怜啊 但是他不予己悲 保罗喜乐 他说我靠主大大喜乐 这是人生的境界不一样 所以他从永恒来看短暂的浮尘 我们也看 应该从永恒的角度来看短暂的浮尘 所以他说我为了那永恒的基业 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对于我来讲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因为他可以超越了 所以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去看 去超越暂时的失败 暂时的悲伤 暂时的痛苦 以他为标杆而前进 就是说要与上帝 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这个标杆就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 我们要自存高远 要活出人生不一样的境界 你成为基督徒 你有圣灵的泪住 要活出人生不一样的境界 就像一个船 当你把你的毛抛定了以后 风浪或者是怎么样 对他的影响不大 不大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躲定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躲定 所以上帝不是我们口里面说说的 不是我们每天 就是好像祷告的 光是求的那个对象 上帝是我们生命的中心 是我们价值的最高 是我们一切资源的供应者 他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以他为乐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生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上帝 在你心目中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第一个秘诀就是 要靠主喜乐 靠主喜乐 以主来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第二个就是要适应改变 这个社会是一直不停地改变的 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个话 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这里的知足是叫做content 就是说我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 我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觉得很满足的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我知道怎样处悲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我都得了秘诀 换句话讲 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面 他都能够适应 人是三节早不知哪节好 这个时候小时候妈妈常常跟我说 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的确当我们人生有一定的阅历以后 我们就发现花五百日红 就是说你不可能一直好 但是也不可能一直坏 所以人生是常常在改变的 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不停的改变 这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告诉人的 不停的改变 我们从中国离开了 中国那个环境 熟悉的环境来到美国 这就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改变 对吧 有的人就适应的好 有的人就适应的不好 这就带出来问题了 所以明天和意外 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句话 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 预备自己 面对改变 这也是我们可以超越环境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说不动环境如何的动荡 如何的变化 我们都能够胜过 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 这很重要的 就像保罗说的我都已经知足了 我已经学会了 你看很有意思 他也是学会的 说明他也是在他人生的经历里面 不断地去掌握了这个技能的 就是他的思想的这种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轨迹的 所以我们能不能学会 有很多事我们不能够控制 我们没有能力控制 对不对 但是我们应该有所预备 比如说瘟疫的爆发 谁想得到 倒退 三年 四年 我们谁想得到 2020年 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件事情 所以我女儿 她本来在 在北京念书 结果呢 她去年的春节 2020年春节 回到美国以后 再也没回去了 那就在 在这个上大 在家里上学 她在北大 在家里上学 就是眼神 其实蛮辛苦 因为为什么 时差 所以半夜三点考试 半夜 十点钟开始上课 哎呀 我觉得她也蛮辛苦的 也蛮辛苦的 有时候我也觉得 但是没有办法 回不去啊 怎么办 而且听说今年 大概都没有机会了 所以她四年大学 有两年 我跟她开玩笑 我说你是 加里敦大学毕业的 她说什么加里敦啊 我说你在加里敦着 大学就念了一半了 念了两年了 所以是加里敦大学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呀 但是 好处就是什么 她在家 我们可以鼓励她 我们可以给她做 很多的预备 后勤方面的预备 让她有没有后顾之忧 也挺好 也有她不同 好的一面吧 所以她 我觉得 也有她好的一面 但怎么办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 我们就会 验天尤人 对吧 我们就会不知道 就会抓狂 很多人是这样的呀 环境一变 整个人生就怎么样 就变了 就非常非常的 不能够适应 我们要学会适应 生老病死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对吧 我们生下来 不是我们决定的 父母决定的 老 老的这种痛苦 是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 像我们这一代人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 其实这个老的问题 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挑战 为什么 我们父母那一辈 甚至我们爷爷的那一辈 到五十岁 像我这个年纪 基本上就是个老头 基本上就是 不管从生理上 从心理上 他们都觉得自己老了 因为中国以前六十岁退休 对不对 那到五十岁 就已经做爷爷了 以前结婚也早 所以他们在心态上 都觉得自己是老人了 但是今天呢 一方面 这个 我们活的时间长了 对吧 八十岁不算什么 现在 我们教会有一个老人团契 他们好多都住在老人公益的 那经常他们说话都是 哎呀 那个 我那个邻居好小啊 才八十岁 他们说话都这样 有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笑 他说 哎呀 我们那个邻居 才八十岁 就他们一百岁的好多 在这里面 所以今天这个 因为医疗的改善 还有这个卫生条件 各方面的改善 人的寿命长了 所以到五十岁 你不会觉得 像老人的那种思维 没有 像我自己就没有 完全没有 虽然有时候开开玩笑 说老头老头 但是 那怎么样去活出这个老年 对不对 怎么样去活 这个就变成一个大的挑战了 因为以前的人没有这个经验啊 所以我们自己得 得好好的装备 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我自己也在 在思想 怎么样 让老年活得更好一点 我开始要进入这个阶段了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说人家说生老病死 病当然也是一样 我们不知道 对吧 我们不知道 突然来的 你像我前一段时间 去年年底 这个圣诞节前啊 我们一家 想利用这个机会嘛 一家五口到这个 外面去住住 因为在家也是 也是上网 对吧 那我们就说 干脆到外面 租一个这个 Vacation House RMB 租一个Vacation House 然后我们在那边 也是一样啊 也可以上网 也可以上学 都都一样嘛 我们只要不跟别人接触 蛮安全的 所以我们就找到了 大峡谷在那边 就在Rizona 我们就租了一个house 住在那里 挺好 我们第一天去了Sedona 完了 礼拜一去了 我们想一个星期嘛 礼拜一到礼拜五 礼拜二 礼拜三 我们去了Sedona 礼拜四呢 我们就准备去大峡谷 结果早上开车 一出去 哎呀 我就不舒服了 我就感觉到人不舒服 结果吃了中餐以后 就痛啊 腹痛 脚痛不得了 哎呀 痛 我从来没有这么痛过 哎呀 痛都不得了 那实在不行 下午我就跑到了 Emergent Review 那后来晚上诊断 是这个 这个 南尾炎 急性南尾炎 那我这一辈子 没有住过医院的 没有开过刀 没有经过 一二 没有经过 这个 这个 急救室 那这是 这是人生第一次 全部经历了 在那边 但是反过来讲 这是神的保守 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 我们听说在 LA这边的这个 医疗资源 因着新冠的缘故 非常紧缺 所以如果 我在家如果发病 你说我 我去还是不去 那肯定是有一些考虑的 但在那边呢 他还好 他因为 那个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医院 他涵盖整个 北 北阿里拉拉 North阿里拉拉 的那个 Medical Center 在那个 在那个地方 在大家古前面那个城市 所以就蛮好 我在那边开刀 然后 住了两天院 就 最后 上帝都医治了 感谢主 所以病来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知道 我哪里知道 我一向是以身体好 为这个 骄傲的 就觉得自己是很壮 但是你想 谁知道 那病来了就来了呀 然后死亡 对不对 死亡也是我们 没有办法 避开的一个 一个坎 我们都要去面对 所以我们都要预备 预备自己 对吧 去 我们没有能力控制 但是我们要预备好自己 去面对这些挑战 那么意外的发生 对不对 很多时候 都是我们 没有办法控制的 这些都是人生的变化 这些都是人生 必须经历的变化 对吧 生老病死 是人生的变化 对吧 就像老年 现在我们怎么样 过这个老年 如果你就算 现在美国65岁退休 那你平均年龄 是美国现在的 平均年龄 是男人 好像是83 83 你还有20多年 20年吧 至少 那怎么过 这20年怎么过 对不对 一方面 当然你身体 你不要成为别人的累赘 累赘 对吧 那么你一方面 你怎么样 让他过得更丰富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要面对的挑战 就是你怎么样去预备 自己面对这些变化 所以我们要常常 减少抗拒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面对 变化是因为我们 活在那个 comfort zone 就是我们的舒适期 我们不愿意去面对 新的挑战 我看见很多人 从中国来 他老是想到 他以前在中国 是如何地辉煌 他没有办法去面对 新的挑战 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归零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常常 就是没有什么 要减少抗拒 就是你要常常归零 要把自己 叫谦卑自己 谦卑自己 好像保罗 他没有觉得 自己所做的是什么了不起 他可能 我想有些人 比如说他收到 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奉献 他就觉得 上帝供应我 这应该的 你看我都为上帝 做了多大的贡献 他没有这样 他很谦卑的 他说 感谢主 谢谢你们 我很开心 你们这样的帮助我 为你们祷告 很谦卑的 就是要常常归零 就是我们不要老想着 过去的辉煌 不要用过去 人生不是线性的 不是你过去怎么样 你将来就能怎么样 不能这样 人生会变化的 就像我身体好 但是我不知道哪一天 你就生病了呀 对吧 你不能够 就是假设说 我都没问题 对吧 所以这个事 我们要常常归零 就是处丰富 但是也能够处卑贱 我们都是要学的 要学会 然后我们不要 老是沉浸在 起初的梦想 很多人就是觉得 我有一个梦想 那么就觉得说 不能够去脚踏实地 不能够去调整跟适应 适应那个变化 你跟随神是不变的 你跟随神是不变的 上帝在你心目中的价值 是不变的 他的重要性是不变的 但是你每天生活的环境 是在变化的 你抓住上帝 但是适应改变 不是说 上帝都会 不会让我改变的 不会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要拥抱 新的改变 要有学习的能力 要装备自己有学习的能力 有适应环境的能力 我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学新的东西 就是因为我们 首先告诉自己说 我学不会 我以前做补习班的 在我们教会开办 这个公民补习班 就是帮助一些老人家 预备英文 他们要去考公民 那很多时候 老人家就是说 他第一来就说 徐牧师啊 我学不会的 我不行 我不能 我说好好好 所以我用一半的时间 不是上课 不是教他们英文 而是建立他们什么 心理自信 我说 从现在开始 不准讲 不行 不准讲迪不能 不准讲迪记不住 每天早上起来 对着镜子说 我行的 我能 我记得住 很有帮助 很多人 我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84岁 她是我的老乡 从贵州来的 她考过公民了 84岁 老太太 所以要拥抱新的改变 要愿意踏出去 然后保持内在的 稳定 找到内心真实的满足 就像我讲的 你的锚定了 对吧 风浪 怎么摇 我们 没有关系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预备自己 掌握一个什么 对新环境的适应 新环境的改变 那我的人生就 无往不利了 对不对 有新的挑战来 我就应对 我就去面对 要学 我就学 对不对 要调整 我就调整 对不对 不要告诉自己 说 我不行 我不能够 我做不到 不能这样 但是 也找到什么 进入神所赐的平安 得着安息 我们要常常 从上帝那里得着安慰 面对环境的损息万变 我们要得着安慰 我一再强调的 在这个隔离 在家的这个时间里面 最要紧的是 抓住你跟上帝的关系 不要离开那个关系 所以我一直为弟兄姊妹祷告 就是身心灵健壮 灵要抓住 当然身体也要保重 对吧 不要感染病毒 身体要提高免疫力 灵里面要跟神常常更新 参加教会的活动 网上的活动 对吧 常常祷告 然后呢 心 心态要摆正 对吧 要适应这个环境 心态要摆正 要超越 超越这个环境 不要被这个环境打倒 不要咽天尤人 不要常常被这些新闻左右 人生 每天心情起起伏伏 就是新闻是怎么样 就变成怎么样 不要被那个数字 吓倒 有些人看到那个 那个得病的数字 就天天就忧愁得不得了 不要不要这样 而是要怎么样 好好的 有些东西就屏蔽嘛 如果你实在不行就屏蔽 如果你说我没有能力去面对 不要去看那些新闻了 现在很多的新闻都是有倾向性的 不要去看 就让自己亲近一下 找一点别的事情做 最重要的是进入所 神所赐的平安 得到安息 学习从里面得到喜乐的全言 所以喜乐 joy这个东西 它不是愉快 不是快乐 我们中文这个很讲究的 快乐 快乐就是说 乐这个事情是很快的 很短暂的 所以他讲到这种快 愉快也是很快 快乐 快感 这都是很快的 这个中国人很有意思 非常有智慧 我们老子中 用这个字 快 就是他很短暂的 但是喜乐不一样 圣经告诉我们 喜乐是从什么 里面涌出来的 耶稣说 我好像那个活水的江河 从里面可以涌流出来 就是不断的 就是可以持续的 所以喜乐是从天上来的 它好像一个spring 是一个泉源 在我们的里面 对吧 不断地涌出来 因为我们有圣灵在里面 有上帝的话语在里面 这种喜乐可以不断地涌出来 所以你要去进入到那个全人之地 要操练自己 能够从里面得到那个喜乐 而不是靠外面的环境来满足自己 对不对 今天我赚钱了 我就喜乐 明天我赔钱了 我就忧伤 当然会 但是那个不能够定义你的人生 我要回到里面 从上帝那里支取力量 圣灵有应许 你愿意支取 他就会给你 所以第三个秘诀就是说 叫靠主得力 因为他说 靠着加给我力量 凡事都能做 那这一段我当然也解释过 这个不是说 我们可以像孙悟空一样 七差二变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凡事都能做 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你不能离开上下文 他凡事都能做的意思 就是说 任何的环境 我都可以得胜 靠着能加给我力量的 任何环境 我都可以得胜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可以超越环境 知足常乐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 是一种自我约束 中国人讲的知足是什么 是无赖之几 是降低欲望 是被动无赖 自我约束 降低欲望 被动无赖 这是中国人讲的知足 哎呀知足吧 你就 就这个意思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到 知足是一种满足 content 这个英文就是满足 他不是中国人讲的那种知足 这种知足是什么 超越环境 为主而活 圣灵的大能 就是这种能力 是只有上帝才给我们的 只有基督徒才有的 你别的人 可以吗 没有圣灵在你里面 泪住 没有那种活水的泉源 没有那种加给我们力量的 我们能做得到吗 做不到 做不到 那只是一些道理而已 但是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可以做得到 就像保罗说的 靠着能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不是为所欲为 或者是满足一切的需要 不是 我刚才已经讲了 我一再强调这一点 而是有能力去胜过自我的设限 所以王耀明有句话说 他说破山中贼意 破心中贼难 对吧 你胜过外面的环境是容易的 但是胜过里面的这种 自我设限 自我限定是很难的 人是环境的产物 我们都一再地告诉自己 很无赖地接受这个环境 接受这个现实 但是靠着能加给我力量 我可以突破 我可以胜过 胜过自我是人生的奇迹 我们每天都在求神迹 我们就求你给我一个神迹 但是你的生命的改变 就是一个神迹 因为本性难移 对吧 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这个我们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的 要改变自己是最难的 但是上帝 加给我们力量的那个上帝 可以做到 但是我们要去倚靠那个能力 倚靠生命的能力 所以我们 这就是 就是第三个密集 就是要 常常知己 圣灵的能力 对不对 就每天第一件事 起来后对着镜子说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在基督的 基督徒的字典中 没有不可能 要告诉自己 我可以变成更好的自己 变成更好的自己 好的 今天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 立志的 一个基督徒 从上帝来 从圣经来的鸡汤 希望你可以从这里面 得到一些启发 就是人究竟可不可以突破自我 变成更好的自己 耶稣说 圣经说 保罗说 Yes Yes 可以的 秘诀是什么 秘诀就是第一个 你要靠主喜乐 你要让主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成为你的满足 成为你的资源 成为你一切的答案 第二个呢 要学习去适应环境 主动的去学习 去面对环境 就是让自己装备自己 一再的告诉自己 我要改变 我要学习 我要成长 我要超越这个环境 第三个呢 持续圣灵的大能 靠着能加给我力量的 我这一切都能够做到 盼望主 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带给你新的改变 能够让你怎么样 超越这个环境 能够生命的成长不一样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就像保罗说的 靠着能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主啊我们有这么一个宝贝 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 我们怎么能不珍惜呢 我们怎么能够不靠着这个宝贝 能够胜过环境 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提升 使我们成长 使我们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更像耶稣基督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在环境当中 在这隔离的当中 我们身心灵健壮 我们从主知己力量 我们能够胜过环境的挑战 我们能够生命成长 荣神义人 把荣耀归给你 祝福我们 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Ka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